什么房子卖家会想做案盘呢 首先呢定音的就是非常非常贵的豪宅 上千万几千万家币的这个豪宅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open house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啊 那这个踏破门槛了 而且卖家呢 他也不会找这普通的这个经济 去售卖这样的房子 因为大家这个客户群体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卖家只会找有特定客户资源的 遗产经济公司来带领 这些公司往往会有国际大客户 或者是富豪级别的客户群 其实啊越往上走 大家拼的就是这个资源 你有这个资源 你就能赚到这个钱 这种情况下 委托的这些产经济呢 就会私下找到这个潜在的客户来做收盈 以及做后续的手续的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这种富豪级的这些房子 有时候人家也要考虑到他的隐私 所以他一般不愿意在网上挂牌出手 第二种呢 就是已经有买家看上的房子 一般呢 就是这个新盘上市啊 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做一些这个布置啊 拍照推广等等 但是如果卖的房子 已经被经济相熟的买家看中了 那基本的就谈好价钱 就直接省去了这些中间的环节 那买方卖方直接成交 就不走公开的这个环节了 而且这样呢 这个门口呢 也不需要插牌子啦 邻居呢 也就不会知道 这个房子正在出售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好处 就当然就是省事了 那有一个不好处 也许你有可能没有卖到 你这个市场家 那第三种呢 就是商业的买卖 比如是办公室啊 工厂啊 或者有一些很多的商业盘呢 他们是不放在MLS上面 他们会放在他们这商业的一些网站上面 因为很多这个业主呢 不想引起这个租客 或者员工的一些想法 所以他们就是要做一些安排的享受 那这种呢 其实说是说安排 但是其实它只是把很多的地址引去了 就是不想让租客啊 或者他的这个员工受影响 所以他就会以这种非公开的方式 进行出售 那你建议乳售安排吗 我其实不是那么建议 就是买家在不了解市场情况的下 直接去买安排 有时候买家有个心理 就觉得好像这安排啦 就是外面人不知道 是让他知道的 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噱头 所以从买家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安排和名牌 你一定要做好功课 而不要被人忽悠了